我这么靠这给啥店 这给啥店 对啊 高雄市长韩国瑜一早紧急找副市长代打出席市政会议 接连跑了四个点视察灾情 大雷雨夜袭 南台湾先是有三位民众受困车内 如今再传 庚山地区有机车骑士遭大水冲走 昨天晚上开始豪大雨下来 最严重的情况就是三个女主受困 那我们所接到的讯息都已经安全脱困了 那如果还有人被冲走 我马上要进行了解 因为刚才我们一路在探勘 豪雨成灾 韩国瑜只是相关单位绷紧神经 避免灾情持续扩大 但一夜大雨台南高雄多处淹水 台南宣布放假 高雄却不放引发民怨 那高雄市现在没有到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必须要正常的上班上课 好不好 这边报告一下 那对所以说这边要优先处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 韩国瑜不敢大意抓紧时间勘灾 巧的是昔日对手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南下视察 且路线和韩国瑜一模一样 难道是来互别苗头 我们还是要评估全国的一个 淹水的一些状况 来做一些行程上的一些考量 那台南严重当然先去台南 这个我们本来就一视同仁 撇清没有刻意抢市民认同感 一向隔空交火的陈其迈 韩国瑜这回还热线 策谋如何改善灾情 毕竟淹水不分蓝绿 谁都不敢大意 否则一个不小心 不但惹起民怨 更会失去民心 欢迎新闻 林维凯 郭彦庭 010高雄报道